坤先生 我们已经掌握了郑可田的 一些犯罪线索 真的要停下来吗 县里停了很多钢厂矿场 现在好多工人面临事业下 群众的情绪都很大 你们要多抽调警力 防范类似大同钢厂 跳楼的事件再次发生 毕竟稳定才是第一要务 对吧 好的 坤先生 我马上让他们停下来 去吧 好 谢谢 走 不吃 梁叔 妈 梁叔 我在顿尔宾馆 给您开了个房间 太久没休息了 您去睡会儿 不用 我不累 你们忙你们的去 都多大岁数了 还成呢 去 睡会儿 是啊 梁叔 您年节不小了 您啊 去咪一会儿 这儿有火看着呢 您还不放心啊 行 那我过去咪一会儿 一会儿就回来 别急 我陪着我妈呢 您多睡会儿 那我过去了啊 来 妈 怎么样 好点了 好点了 梁叔 你这心里还有你这个妈呀 行了 既然来了 就赶紧进去吧 你自己这儿个破竹子 那边撞我爹呢 爸 姐 你怎么才来呀 是不是又喝酒去了 应酬嘛 那刚才那 有事不得应酬嘛 喝什么呀 死不了 妈 既然小叔来了 咱俩陪你聊会儿天 我去搭这儿开水 别让妈生气啊 妈 你看你需要点啥 我让他们给你弄去 什么也不需要 妈 你看我都来了 你不看我眼 别跟我生气呢 能不生你气吗 我病成这样 那不都是你害的 等你这回好了以后啊 一出院 妈 我就给你接海南去啊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 我不去海南 不去海南 你今天你给我听好了啊 你骂我就是死 我也要死在咱村里 死在翠萍山的玫瑰园里 你给我记住没有 什么死活呀 那医院说得多不及格 再说你这小病没事 出院就好了啊 出院后咱就上去吧 上海南去 你还有啥说的没 没什么说的赶紧走 我一看见你 我那气就不打一处了 我 怎么了 妈 我 妈 怎么样 是不是又生气了 你怎么回事啊 跟你说别气吗 你又说什么了 我什么也没说 我说病好了上海南去啊 你一看见我 就让我上海南 我一听我就 我就气不打一处来 妈妈不爱听这个 您不能聊点别的呀 那又啥呀 我问你 你是不是又把那个王师傅给撵走了 他耍流氓他 我一说就就就 亏着我回去找 杨本门门就糟蹋了就 你胡说八道 那王师傅都多大岁数了 能干嫩事吗 他老死鬼 什么能干不能干 我手机里都有 不信 你看看手机 行了 不看了 该走吧 没事 你还嫌慢着给我生气是吧 没什么事 赶快走吧 那行 妈 我跟你说一句啊 以后这少跟那老 老梁头的来往啊 你给我滚 滚 我爸 我爸还活着呢 你也知道他就那样别气了啊 哎呀 造孽呀 我可告诉你啊 你要再敢管我叫孙子 今天晚上我就吃红烧八哥 爸 您看您跟只鸟总斗什么气 您不喜欢我给您换日子 行了 行了 你懂什么呀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过我们说 与天斗 与地斗 与人斗 其乐无求 我再补充一句 与鸟斗 也是其乐无穷 郑叔 大哥 斗鸟呢 雷子 你啥时候出来的 这不刚出来吧 我不是跟你说过 少往我们这边来嘛 让宋叔知道你是我们的人 就不好玩了 不用让他知道 现在已经不好玩了 这孙子 把我给开了 为啥呀 那还能为啥呀 这不刚才闹事那事吗 把我扔出去 这当替着摇摇摇是吧 宋叔这小子也太不适合人了 那你闹事 蹲拘留所可都是为了他呀 他就这么把你给开了 这郭河拆桥吗这不是 谁说不是呢 这当初没合呀 这小子这这么不适合玩呀 算了 算了 之前让你跟着宋叔 也是为了盯着钢厂那边 现在钢厂都快完了 接着跟宠武吧 那我先谢谢叔了啊 幼稚 医生 我妈的病到底怎么样 从片子上看 我会议是肺癌 什么 目前我是根据临床经验判断 下一步进行活检 然后才能最后确诊 那还有之余的希望吗 很难说啊 医生 只要还有机会 不管花多少钱 用什么样的方法 我们都治了 你放心 我们也会尽你全力的 医生 那药怎么治疗啊 现在话聊 看流体有没有变小 变小了 我们再做手术的可能 好 谢谢你 医生 别太沮丧了 待会儿咱们到了病房 别告诉唐阿姨 她得的是悲哀 我怕她有思想负担 待会儿咱们就跟她说 是肺部长了个囊主 不是什么大毛病 妈 梅子 医生怎么说呀 医生说没什么大事 没什么大事 那怎么可血呀 医生是这么说的 说唐姨的肺上长了一个浓肿 前段时间不是一直咳嗽吗 这一咳嗽 这个浓肿它就破了 这就出血了 你看你看 我就说没大事嘛 这就是老毛病了 这下放心了吧 是吧 原来是这么回事 我去打开水啊 这开水刚打的 这梅子怎么又打开水去了 是啊 对 肯定是觉得开水不够 这又去打了 我去看看去 这俩孩子 怪怪的今天 可能是 两个人吵架了吧 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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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 梅子 坚强一点 现在医生只是怀疑 如果抓紧时间治疗的话 我还有希望 你们这是怎么了 杨叔 真没事吧 你别问了 郑罗 你跟我说实话 你唐医他得的是什么病 叔 医生不是说了吗 唐医得的是 他肺上长得一个囊子不 你别骗我了 你们俩从医生那儿回来 我就感觉不对劲了 我知道你唐医得的这个病 不是什么好 你现在就告诉我 他到底得的是什么病 我没骗你 叔 唐医得的就是囊子 你实话告诉我 你梁叔挺得住 你说 那我说了你可得挺得住啊 你说 熟悉了又准备 医生怀疑 唐医得的是肺癌 现在只是怀疑啊 还没有确诊 你怎么找着他呢 我找我这业力 你怎么这么不公平啊 你别太难过了 我们都不想唐医得这种病 再说了医生只是怀疑 没有确诊 是啊 是一份大医院的大夫 怀疑了 那就八九五离十了 人家一年看那么多的电影 是我害了他呀 我一直给他喝梨汤 我怎么就把他 没往这儿想啊 我要是早点带他到医院来 那不就不会有这种事了吗 叔儿 你别太自责了 因为这种病前期的时候 是很难发现的呀 上次唐医住院的时候 就没发现有这么严重 我们大家都没想到 那我 我一个坚持带他来呀 你说这不是我害了他吗 我害了他 我给他熬离汤 耽误他到医院来了 我要补给他熬离汤 那 那他不就 到医院来检察部就没这事 你说你唐医 这会不会怪我呀 梁叔 你别这样 我妈的病 和你熬离高一点关系都没有 怪我 怪我太粗心了 没有照顾好人吗 叔儿 你们都听我说啊 我觉得现在大家都不能太激动了 应该冷静一点 不然的话被唐医发现了 我怕会影响他的心情 对对对对 对 我们都不激动 不激动 你唐医知道了 我怕他承风不了 把眼泪擦了 都把眼泪擦一擦 千万别激动 不激动 我不激动 雷子 冷静一点 晓阳 我和喜莱莱看您来了 阿姨 你说你们工作那么忙 来看我干啥呀 阿姨 我和梅子是什么关系啊 您还跟我们客气呢 梅子他们人呢 说是打开水去了 老半天不回来 我就叫你梁叔去找他们去了 好 晓阳 您好些了吧 没事吧 没事 就是老毛病 过两天就出院了 那就好 来了 你看 来 走 阿长 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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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熙雷 你来了 你怎么了 雷怎么样 梅子 过来让妈看看 妈 没事 有什么好看的 你也真是的 阿姨都已经住院一阵子了 你怎么都不告诉我 要不是帖子跟我说 我都不知道 他不把我当劫本了吧 我妈又没什么大事 冠天就出院了 你公司那么忙 告诉你干吗 你不是说 有个客户要见吗 别耽误了 阿姨 那我先走了啊 你好好休息啊 我送她 妈 忙吧 郑璐啊 你跟唐一说实话 梅子到底怎么了 梅子到底怎么了 没什么呀 你骗我 她眼睛都红了 是不是唐一的病情不太好 没有 唐一 你想多了 真的 没有 没有 那梅子为什么哭啊 我跟她吵架了 是吧 亮叔 是 是 两个孩子扮了几句嘴 真的 你不相信孩子了 还不相信我的呀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唐一就得说你两句了 梅子啊也不容易 你多让着她点行吗 我以后我一定改正 梅子啊 性格像我 特别僵 但是人心底善良 没有坏心眼 她要是有什么做得不周全的地方 你多担待着点啊 我以后 我再也不会让梅子流眼泪了 好 那唐一就放心了 好 老所长 什么事啊 郑主任 县里查你的专案组 撤了 我早就预料到了 上本发话了 他们敢不撤吗 郑主任真是手眼通天 有大脑量啊 出来混了 没点过硬的靠山那还行 对 郑主任您的靠山 那真是来头不小 连坤县长都不敢惹 那是 别看我是个小小的村主任 那些小山头 还入不了我的把眼呢 对呀 郑主任您真是神通广大 凡是和您有关的案子 都有上本人给我打招呼 我就知道您苗里供的有真神 郑主任您看以前啊 和您有关的案子 兄弟我都给你压下了 您看这回兄弟的事 您能不能给上上心哪 我知道 知道 不就是您想当所长的事吗 对对对 郑主任 您这事还记着呢 那当然了 这不是一直没有机会吗 现在有机会了 我听说啊 我们所长马上就调走了 正好有个缺 您看看 没问题 我抽空把它办了 行 郑主任 您要是把这事呢给我办成了 我一回头一定好好地谢谢您 咱们兄弟之间还说这呢 不用客气 行嘞 郑主任 那没什么事我就先不打扰了 好 等会儿 既然我这案子撤了 我那个厂子是不是可以重新再开了 这个 开倒是可以开 不过现在县里查得很严 您还是小心点好 别整出什么大动静来 我知道 这不是由马所长给我撑着腰吗 有什么行动 你提前告诉我一声不就行了吗 通风报信这个没问题 我就怕 他有时候跟县里搞什么突击行动 这我不一定知道啊都 县公安局你拉个内线 需要用钱你跟我说 好嘞 郑主任 那行 我试试 行 那就这样 改天喝两杯啊 好嘞 好嘞 给我成立个专案组 幼稚 太专业了 好了好了 累着了 累着了 没事 坐配合 妈 你不错呀 还有两个丫鬟 妈老躺着这腿就麻了 他们俩非说要给我按摩 像不像地主婆 唐一 别这么说呀 您打脚就对我们好 我们孝敬孝敬您还不应该啊 就是 都是应该的 您看 这一个呢 是您为来的儿子 一个是您为 铁子 你爸呢 他那个 那个你梁叔啊 我让他回宾馆补觉去了 昨天晚上我咳得特别厉害 梁叔一晚上都没睡 妈 我给你削个水会儿吧 不用了 刚才路子给我削了一个 吃了 小雷走了 走了 走了 以后啊 别让人家来看我了 多麻烦哪 是啊 这小雷就算再忙 看您还不是应该的吗 看把你美的 小雷小雷的 臭小子 挺有本事的啊 小雷这么好的姑娘 都让你追上了 以后啊 对人家好点啊 是 首长 好 对了 梅子 妈 妈给你商量点事啊 你看呀 妈这个病又不重 咱呀还是回县医院吧 你知道吗 现在咱们县上医院 搞医疗扶贫哪 就是何疗以外的费用啊 全部有政府负担 个人都不花一分钱 妈 既然都来了 您就踏踏实实住着 病好了再说 钱的事您别操心了 对啊 唐姨 既然咱们已经 到了大医院了 到了市医院了 您还不踏踏实实地 把病治利索地再出去 那今天我还在账上 存了一万块钱呢 您就踏踏实实地养病吧 别想钱的事 不行不行 梅子啊 不能让路子花钱 唐姨 您跟我还客气啊 我不是交过钱了吗 你怎么又交了一万 没关系 我怕钱不够嘛 反正我一人吃饱了 全家不饿 钱不够 那我不是在这儿呢吗 我又不缺钱 我知道你不缺钱 你是大老板 但你是你的 我是我的吗 钱多钱少 那也是我的心意啊 是不是 唐姨 是 是 是 路子说得对 这就是她的一片心意 比金钱金贵 你的心意 她也领了 你好 你好 那个有个病人叫唐秋燕呢 在几盒病床 十六病床 谢谢啊 在这边走快 好 你怎么跑来了 我是不是听说阿姨病了吗 我过来看一下 你怎么知道她病了 保密 我妈又不认识你 你进去不合适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 这不迟早得认识吗 梅子 那谁啊 让人进来啊 进去吧 别聊说话了 行行行 阿姨 你好 郑组长 梁总都在啊 阿姨 那个 一点心意 妈 你是 我叫冯帅帅 梅子的男朋友 男朋友 你活儿八道什么呢 妈 别听她的 我开什么玩笑了 本来就是嘛 你再胡说我生气了 行行行 不说了 不说了 到底谁告诉你 我妈在这儿住院的 我老丈人告诉我的 你又开始了是吧 那你看 阿姨 我和铁的还有点事 我们先走了 郑络 别走 真有事 真有事啊 对 确实有事 那先忙吧 我走了 你成心是吧 我没瞎说 真是你爸告诉我的 那我懒得跟你说 梅子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妈 没事 我以后再跟你说 你先休息啊 怎么不到 voyage 文件 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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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盈浅 其实挺聪明的 但在感情方面总 总切都没点意思呢 没错 就是因为我太傻了 我一直傻乎乎地认为 人家不会变心的 可事实就摆在面前呢 还有什么好说的 这人傻钱多得主 看来也不傻呀 他是故意的吧 他傻 他鬼独一多着呢 他把我跟他见面 吃饭 看电影的视频和照片 都发给郑路的 真的 看来他的傻 纯粹是装出来的 真没看出来啊 这人还是个心机表 扛得够深的呀 本来郑路就怀疑 现在更乱了 要不你跟路哥说明白了吧 我不想前功尽弃 可是冯帅帅他老是这么纠缠着你 那也不是个办法呀 其实我跟他说得很明白 我跟他之间根本不可能 让他别在我身上耽误时间 我跟他就手听 你跟他说干吗呀 你直接跟你爸说不就得了 我跟我爸说 那他只会怀疑 我跟郑路根本就没断 而且 就算是没有狗帅帅 我爸也能给我整出一个 什么李帅帅 郑帅帅 王帅帅的 那咋办呀 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的 我看郑路现在肯定是误会你了 你就不怕你那个不审心的妹妹 她趁虚而入啊 再说了 男人可都是经不住诱惑的 你今天来是给我宽心的 还是爱过甜毒的 我 我错了 我错了 你不说了 我知道 现在阿姨又得了这个病 你心里肯定不好受 我妈的病 我还得去跟我爸说一下 我现在就过去了 我陪你一起去吧 走吧 跟我一起进去吧 走吧 跟我一起进去吧 我就不进去了 我在车上等你吧 好吧 我爸找我肯定是想问我妈的情况 我很快就出来 你去吧 帮我掉个头 好 晚上泡泡脚 夜里睡得好啊 躺着了 我去给你堆点凉水去 算了 算了 没事 不烫 坐这儿歇会儿啊 你看我干啥了 我脸上有翻粒 头发乱了 那你傻了吧唧 看啥呀 我看你好看 没正形 都老妈咔嚓眼的了 好看啥呀 秋月 我跟你删了个事呗 说吧 等你出了院 咱俩就结婚 你看你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等梅子和小树一成亲 咱俩立马就办 可我等不及了 你啥等不及的 得绝症了 我是说 我是说 说我得病了 那你把医生的诊断证明拿来 有证明 我立马就跟你领证 我是真把我的恩 也得个绝症 要是死啊 我俩也死在一块儿 那多好 你说什么 我没说什么 我就是打个逼方 打个逼方 好了 你别瞒我了 我自己的病我知道 你又不是医生 你知道什么呀 今天 小梅和路子从医生那儿回来 其实我就看出来了 他们是害怕我思想有负担 所以 我也就一直装糊涂 我自己的身体 我能没有感觉吗 你别瞒瞒 真的没事 没事的 行了 既然话已经说开了 咱也就别掖着藏着了 你放心 我唐秋燕一向拿得起 放得下 没那么脆弱 生老病死有什么呀 不就是早一天晚一天吗 我能想得开 琼瑶 我害怕了 冰在我身上 你怕什么呀 我怕你这回 又把我一个人给扔下来 行了 我还没死呢 你看 你看你 一个大老爷们 你眼泪瓦叉的 寒不寒 好了好了 没事 有病咱就治呗 治好了 咱还美美地活着呢 说话可算说啊 咱俩啊 好好地治病 别把我一个人给扔下 就你这死皮赖脸的 我想扔也扔不下 有你这话 我就放心了 从今天开始 咱打起精神 好好活着啊 别让孩子们跟着谈过 我听你的 睡觉 天塌不下来 好 那我什么都不想了 睡觉 来 你去倒水吧 我自己在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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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enter 医生说了 妈的病 就是因为长期的吸 übers烟沉 还有就是跟空气污染 有很大的关系 你妈妈年轻的时候 跟着我四处去打铁 烟熏火燎的事她都干了 所以呀 这不再落下来 咳嗽这个病根吗 我对不住你妈妈 还有咱家的炼钢厂 对空气的污染太严重了 也是导致妈的病 白变的原因 炼钢厂污染有那么严重吗 爸 您上网查查 很多小炼钢厂聚集的地方 都形成癌症村了 还不能说明原因吗 罪你了 报应啊 报应 犯病的本来应该是我 偏偏让你妈妈得伤 爸 妈的事我已经很难受了 您别说这种话行不行 行了 行了 我不说 不说 爸爸不好啊 你不要担心 那岗厂的事 您下定决心没 你妈妈病成这样 爸爸不得不下决心 必须得关了 您想通了就好 至于岗厂的工人 您不用担心 现在公司转型以后 地产项目已经全面启动了 我会把这些工人 好好地安置到新的岗位上去 好啊 好啊 孩子 这些工人呢 很多都是跟了爸爸二十多年的老人了 好好安置他们 特别是那个王师傅 年岁大了 给他安排点轻的工作 王师傅 又让小叔开除了 怎么又开除了 他说王师傅非礼他的女秘书 胡扯 王师傅 王师傅跟爸爸三十年了 他什么人我不知道吗 你这个弟弟不知道又在搞什么鬼名堂 我也知道 可是最近我一直在忙着妈的事 还没来得及问王师傅 先回头再说吧 眼下是赶紧给你妈妈治病 我准备托个朋友 在国外 给你妈妈找个好点的医院 我们团长在家喝闷酒呢 那你倒是劝劝他呀 我倒是想劝 刚说两句话 他就说心烦想一个人静一静 这不把我也赶出来了 算了算了 不说这些了 对了 跟你说正经的事 那个玫瑰婚庆缘啊 我已经找设计师都设计好了 至于资金那个部分呢 我都已经搞定了 到时候你们可别掉链子啊 真的啊 太好了 我跟你说啊 我团长说了 只要钢厂的问题一解决 田园综合体项目就马上启动 好 那就好 梅子来了 不跟你说了啊 回头再说啊 聊这么热会儿 帖子 知道了还问 那就继续腻歪呗 妈妈挂了 腻歪啥呀 我这不是给你打探消息吗 你可别没良心啊 给我打探消息 打探你那位消息啊 今天冯帅帅他这么一闹 我担心啊你那位 他肯定是误会你了 万一人家一时想不开 寻个短见啥的 是吧 别胡说八道 他才没那么脆轮 走吧 松总 有车来了 有车来了 有事儿大惊小怪的 咱家是钢厂 天天挖钢台车友的事儿 好像是执法车辆 坏了坏了 坏了 赶紧让你们先别排了啊 我上飞套车这件钱 快快快 快 快点 几位 谁是负责人 对 我 我是厂长 你好 我们是市环保局执法大队的 接到全中举报 说你们废料间里有渗水井 你们整个钢厂的废水 全部排放到了渗水井 严重污染了地下水井 这是国家年龄禁止的违法行业 有人举报啊 胡说八道嘛 谁呀 谁这么缺德呀 我这是放废料的 咱们要渗水井呢 不可能 有没有渗水井 我们两个咱们就知道了 来 咱们 来 我 药 我找药去 药匙 把你来正好 这什么 支付药是哪 那个 我去找 好好 快点 慢留着啊 跑两步 让他去 几位 大热天出来不容易 挺辛苦的啊 走啊 别管这儿这样子 咱们喝点水去 喝喝喝喝 水啊 咱们就不喝了 你啊 还是让你们一说 转眼把钥匙拿来看门吧 这不是靠子去了吗 别客气啊 几位这儿别拍呀这儿 别拍 李思琴 来来来 躺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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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点没有 好点儿 就是恶心 这可真是造了罪了 能挺住吗 为了你 我一定要挺住 对 一定挺住 你答应过我 咱们一起到老 年轻的时候啊 你把我给扔了 这一回 可不能咋把我给扔了 这一回 这一回 药匙呢 药匙没找着啊 宋总 屋里都找遍了 怎么搞啊你们 用人好好找找啊 药匙你看这没找着 再别给人打 快点查 既然没有药匙的话 就请你把锁撬了 不说了吗 找药匙啊 药匙找着就打开了 好 好 不想 你 我 忠心来 每一次坎坷 有意外的收获 让我们从迷雾中成长 一步步向前 万山几时向前 一步步奔山的跨越 也不停歇时间 它消失了一点 不用去关键 我会多远 这个世界很大 爱让一切变得好 爱让我们渐渐长大 这个世界很真 彩色天地给我惊喜 带给我无求的乐趣 一步步向前 万山继续向前 一步步攀山的跨越 也不停歇时间 它消失了一点 不用去关键 我会多远 这个世界很大 爱让一切变得好 爱让我们渐渐长大 这个世界很真 彩色天地给我惊喜 爱给我无求的乐趣 爱给我无求的乐趣 我才能有此为难